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魏华 大师收藏 大红瓷器 第四十 乌鸡 也就是第四十 乌鸡 今天 净体天 beautiful sunday 昨天晚上 9点41分的时候 在台东 一个奇怪的 一个大地震 奇怪的大地震 然后震醒了 花东地区的 百姓 一个晚上 不得好睡 我们虽然在台北 台北近郊 感受到摇晃跟那个震度 也是 蛮经浪骇浪的 也对东部地区 尤其台东地区的 好朋友们 表达 关切之意 保持 随时是什么 保持一个警惕心 是对的 但是不要过于的去操心 过于的去操心 也无济于事 然后还会干扰到自己生活 跟自己的健康 我们在保持一个警戒 其他的就是顺其自然 平常心 我们今天给各位介绍一点 大的将军观 来镇一样 将军观 历史以来的将军观 最有名的是哪里 就是 康熙的将军观 康熙的将军观 你不要说是五彩 就算是青花的将军观 曾经 外销 辗转 外销到了欧洲 外销到欧洲 哪里呢 普鲁士 就是现在的德国的 萨克逊 城堡 那个堡主呢 曾经用六百个龙骑士 不是光杆的人呢 连战马 连铠甲 兵器 硬确拳 六百个龙骑士 换了一百五十一件的将军观 而且那个将军观 都是以青花的为主 我们这个五彩的大将军观 讲起来 是有一定的分点 我刚刚 我讲的是欧洲 因为 他肯出大手笔 买瓷器 买将军观 历史上 成为一个什么 传为美谈 不是传为笑谈 传为美谈 传为美谈 辗转的 奠定了 德国的瓷器工业的发展 然后德国人的那种研究的精神 就终于创烧了 所谓的麦森池 就是皇家池 麦森池 到现在麦森池都是顶顶大名 在世界上都是响当当的名号 就是 有他这样的国王 对瓷器的这么样的一个痴迷 又肯下重手 所以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 其因于兴趣 他着手于什么 很务实 王爷 了解欧洲的那种 欧洲也是很有声音文化 我们现在跳过大西洋这头 看美国 美国人重不重视将军官 尤其是 不要说将军官 康熙慈器 康熙慈器当然以将军官有名 康熙慈器有名 当然有 三天后 9月22号就要拍卖 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 美国 纽约书富比 三天后就9月22号 2022年的秋拍 在9月22号 在纽约就要拍 他的一些 预展的一些东西 预期的 我们就不要讲了 同气的 预期的 慈器还是为主 听说有两百分 多件里面 慈器为重 慈器里面又以什么为大宗呢 就对了 就康熙慈器 而且是康熙的 五彩为主 所以我们大西亚这头 跟那一头 欧洲 跟美国的 纽约 第一大城 纽约 就可以看得出来 纽约的拍卖的品位 是以 康熙的为主 但是为 大胆的 不谦虚的 也没有必要谦虚的 我们实话实说 跟各位报告 他的这次拍卖 康熙慈器 没有一件 能够超越我们这一件 而且我们这一件 不是一件 我是一队 因为我这个桌子 沉重的关系 我没办法一起 我照片的时候 我都有附 你可以上我的脸书看 我这是标准的一队 比如说凤 一队 卵凤 凤凰 我们今天讲大白话 凤凰 一个凤凰旁边的 所谓的鹤 松鹤的鹤 松鹤爷爷 鹤 一个鹤在左边 另外一个鹤就在右边 就标标准准的是一队 而且这个 这个卵凤的尾巴 不一样 一个尾巴是什么 红色的 一个尾巴就是什么 白色的 就是你看一左一右之间 这标标准的不是同边 不是同边 所以我们这一队的 最起码 纽约 这是2022年秋派 2020年的纽约 我们也帮他广告一下 纽约 舒富比 2022年9月22号 三天之后要举行的这个秋派 里面的 以瓷器 是以 康熙 尤其是康熙五彩池为主 这些把他绣出来的这几件 我看了都不及 但他也有清花 康熙清花 那他的康熙清花 点眼有余什么 这个颜色在什么 饱满度不够 康熙的脆毛蓝 一定要有的嘛 所谓的 那个蓝头一定要够 他们俗话讲蓝头啊 香港师傅啊 香港歹劳啊 蓝头要够 然后才能莫分无产 不能淡 啪啪的 一个比一个淡 那个的 你要色彩的 饱和度要够 我上次给各位 也是介绍一点大罐 康熙的大罐 黑地描金的 开光 青花 山水人物的大罐 你看那瘦彩的 饱和度 跟莫分无彩 那个蓝头要够 你不是光莫分无彩 整个的淡瓢瓢的 那个 失去了那个青花 失去了那个水墨 那个大泼墨的那种效果 太淡苗了 太淡苗通常呢 都是晚清明国时期的作品 居多 我只点到这里 我今天 这个 鸡鸦群雄 不要说鸡鸦群雄了 人家那个拍外 我们也帮人家 能够乐观启程 那他拿出来 这个气形就赶不上我 没有这个派头 而且都单见单见 我们成双入对 都大 气形又是大家喜欢的 但最起码证明 欧洲的龙骑士 萨迅 就是现在的普鲁士 和后来的德国 奠定了欧洲的词业 这个起因于什么 康熙将军官 那大西亚这时候 现在 现在那是几百年前 三百 我们以三百年前来说 康熙大概就三百年上下 我们这一头 在纽约的 现在的海外 要穿越 回到现在 你可见的 欧洲人也好 美国人也好 对康熙五彩之旗的重视 当然尤其我们这个将军官 也不在话下 他代表的意涵 除了他的外表霸气 他就像是一个什么 明初的 明初流行大罐 大罐 大罐也 拉长的大罐 拉高 把这个大罐子 明初的 永轩的大罐 拉高 泥仁化 或者把它什么 秀丽变成什么 把它 梅瓶化 这梅瓶我们像 梅瓶是最受欢迎的气息 进入调查的 梅瓶是相当于一个男人 玉树临风 玉树临风的男人 然后再加上一点的威武的那种霸气 就成了将军官 而将军官的帽子 就像将军戴的那个 铠甲 戴的什么 盔 戴的头盔 那种整个的威武 不讲威武两个字 不唱出威武两个字 但他威武 已经什么 在其中 好 我们这个 无产 当然我看很多专业的朋友来按赞 马来西亚那边的朋友 我们脸书的朋友 按赞 他有流化 他一些马文 我看不懂 我是用那个 那个翻译机 就是他那个上面有翻译的 我半看半猜的 他还意思说 定位在 他不是说1700年到1722年 他的一个定位 他就说 这标准的康熙 康熙瓷器 而且非常漂亮 他非常 所以他 大概在好几个 古董网站 他的古董网站的区域 他都有流化 他是专业 他专门在做瓷器的 那我唯一跟他的一点观点 稍微有不同的时候 康熙无散 漂亮 气派 又难得成为一对 这么多人 那定位呢 1700到1722 我个人认为是 当然是 大家保留自己的一个看法 在这里 尊重 他是认为是康熙 后期的 康熙后期之初 才有这样的一个精美 可是我是认为 是在1700年之前 因为康熙 他八岁就即位 我印象里 我是很有数字概念的人 但我没特别去查 我印象里 康熙是1654年出生 因为八岁即位 他应该是1661年即位 他干了61年 历来最长的 除了那个乾隆的太上皇三年之外 他乾隆实际干皇帝 也只是60年 就是不敢超越康熙大帝 所以康熙干了61年 加上61年 他等于做到1722年 就是1661年 加61等于到了1722年 1722年就换了他儿子 就变了 用正 把四爷 出来当皇帝 所以在 他定位在1700到1722 那就是等于康熙一早中晚期 他就算是晚期的 他大概一时 我知道 才有这样的一个精美 事实上 我们这个除了精美之外 他还不失那种霸气 而且那种 带一点点 印折角的那种味道 这是康熙早中期 比较有的这种 格调 或者是他的画风也好 是代表一个帝王 或者代表一种盛世的君王 他的一种 他的那种性格就所在 英文叫personality 他的一个性格表现在他的画意上 是有 跟他的晚期 晚期他已经在研制成功的 研制了 法郎产 这个同胎画法郎 一直到什么 磁胎画法郎 那晚期已经成功 所以他手上图案画 精致画 小巧画 这我是觉得画风 他还是保留 刚开始的那种 但我们下面有款 而且款注标准的官邀款 很漂亮 我刚刚讲到纽约 为什么我敢肯定的讲 我们比他 只要你稍微有眼力 除了他的气型 我们的 我们的这种气型 霸气 大气 还有他的画工画风 跟用产 都优于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他的 那个都是在康熙初年 他都没有款 他只有双圈 你没有注意到 我注意到 因为 我这 我这不耐双圈 而且 大清康熙年 这个是标准的这种 官邀款 在我的脸书 各位可以去看 所以 我对他深具心情 而且在我手上将近三十年 将近三十年 我一天看他一眼的话 我也跟他什么 变成他老朋友 变成默逆之交了 所以 这个 虽然不至于说爱不释手 但是我一直以拥有一对 康熙的 五彩的大将军官 而且具有康熙的风格 跟康熙的特色 我以此为荣 但是我也 老实地跟各位讲 小声一点地讲 康熙的五彩 事实上已经在 早中期就已经融入了一点 什么 对了 融入了一点 坟采的概念 也就是坟采 坟采是 发源于法郎采 大家晓得 法郎采是来源于 同胎化法的 然后移植到 磁胎上面 我 讲话一定有我的道理 像它里面的这种 什么 红色的 它有好几个层次的红 好几个层次的 它红 偏粉的红 就像这个 像这个就带一点粉彩 带一点粉彩的味道 带一点粉彩的那个韵味 但上面这种红的 这叫做胭脂红 连这盖子上都有 我转一圈 给各位看看 我确认一下 像它这个 红彩的地方 尤其是厚 比较厚的这种粉彩 都有什么 以纯金为橙色剂的 那叫做胭脂红 这个是胭脂红 像这个橘红色的 这个是标准的反红 反红 反红 我们之前介绍过 清凡炼红 加千粉骨胶而成 像这个下面 厚厚 木材 有那种 珠宝 有那红宝石的感觉的 这个都是什么 胭脂红 胭脂红 这上面这个也是 跟这个肩膀上 跟这个肩膀 所谓的云尖的地方 云尖的地方 都有一颗颗 都摸得出来那种 宝石一样 那种颗粒感 像浮雕一样 好 我再把这个盖子 也不要拿给各位看一下 要看到没有 这个木材都有颗粒状 这就是 胭脂红 有人称为胭脂水 这是 胭脂红 掺了一点点 掺了一点点白 那这边呢 也是一个纯胭脂红 这两头 带一点橘色的 木材比较平的 不透明的 这上面所有的彩都透明 唯独这两个 这是什么 对 繁红彩 繁红彩不能透明 繁红彩一透明就假的 跟各位讲 其他的彩 对 康熙最简单的一个辨识方法 再给各位拿来看看 它的漂亮的盖子 漂亮的盖子 对康熙五彩 这个最简单的鉴定 最基本的一个鉴定 除了繁红彩之外 其他的 全部都要透明 都要有什么 像有色宝石一样 越透越好 但所以越透越好 它还是要有颜色的饱和度了 比如说你看我们的绿色 绿色有深绿 有浅绿 深绿的就像我们玩翡翠 我年轻喜欢玩翡翠 玩翡翠有那种老翠 老坑种的老翠 就像蒋夫人宋美丁女士 喜欢玩的就是老翠 翡翠 还有那个 李登辉的太太 郑文慧女士 她也喜欢玩这种老翠 可是 一般的明星 比如说像白冰冰她们 喜欢带的就是什么 所谓带有阳绿的 就带有比较年轻的这种 她的种不一样 那基本上都是翡翠 都是绿 所以你要看康熙的五彩 绿色是很重要的 跟渐渐色 但其他颜色也是一样 反正你任何的材上去 它都要具有那种透明感 胶质感 所谓的胶质感就是有的厚度 就像我们低的胶 在纸上 或者在纸上 低的那个胶 它是不是会形成 一个凸起来的一个圆面 那叫胶质感 它有一定的厚度 然后颜色的饱和度 颜色的饱和度 有颜色饱和度 我刚刚就讲了 你说青花五彩 莫芬五彩 你说青花莫芬五彩 康熙的翠毛蓝最有名 但是它是用的是云南的著名料 但是你彩头要够啊 你彩头不够 颜色饱和度不够 你下面再分五彩 就越分越淡了 就变成一种淡苗了 那种的味道 就失去了康熙的 那种大气跟那种霸气 所以康熙的五彩 一眼看上去很抢眼 很亮眼 很直接 它之所以跟康熙晚期到 到雍正 然后前路上 那时候的粉彩 就越来比例越重 刚开始粉彩 是掺在里面用 掺在五彩里面用 掺在法郎铲里面用 到后来就是粉彩 变成粉彩 为主了 比如法郎铲或者五彩 点缀在其中用 到后来整个变成 过渡到粉彩 所以看康熙的东西 又要看康熙的彩词 一定要它的颜色 对饱和度要够 不管你是看它的青花 康熙的翠毛蓝 或者看康熙的五彩词 要是没有那种什么 那种蒸艳的感觉 没有那种心欢怒放的感觉 没有那种蒸其斗艳的感觉 一般蒸其斗艳 我们把它形成 形容什么 斗彩 其实真正蒸其斗艳 是康熙的五彩 硬彩 那硬彩的温度比较高 八九百度才烧成 到后期的粉彩 七八百度就有了 它中间的摇温 差不多差了一百度 所以粉彩 又打了深白 就玻璃白为地 所以它绘画了 技巧上又多了一层变化 但它看起来柔柔 软软弱弱 走向的那种风格是不一样的 康熙的就是要跟你呛辣 就是要跟你呛辣 你绿彩 康熙的绿彩你一定要绘干 一定要透明 怎么看它透不透明呢 我们就用看宝石 我们看过翡翠 或者缅甸的翠玉 或者是你要是说西方的 就ameral 就是那个叫什么 祖母绿 祖母绿里面的绿有很多的变化 就像是康熙的无产 这种绿 我们以前学珠宝鉴定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学珠宝鉴定的时候 上面有一句话 就是说 ameral就是 这个六柱形的 这个六条柱形的 这个 所谓祖母绿 又要像花园一样 里面的这种精彩 换句话 它有很多的 小的那种精裂 它裂太多也不行 点缀了一些精裂 里面的一些变化 就跟我们在公园里面 看来那个 形形色色的那个花 跟那个翠绿的那种草 那种感觉 在康熙的绿产里面 有看得到这种感觉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来说 像这个 莲花 有人称呼荷花也可以 莲花 从它的什么 莲花的连夜 连镜 一直让它开的 是吧 红色的这种莲花 的荷花 你就可以看到 它中间的这绿产的 起伏的变化 跟它那个红彩 红彩之间 这就参雷一点点的 粉彩的这种效果 换句话说 我是觉得这件事在 1700年之前的作品 而且我们再讲 我们再讲 从感性一点的 我刚刚是比较太理性 我现在从感性的角度来讲 这画呢 是百鸟嘲讽 你看 百鸟 它连蝴蝶都不放过 真的是百鸟 这是一种代表性 不可能有一百只鸟 它代表性 你看它最大的代表性 就是最大的里面的 第二大的 最大的当然是缝 鸾缝 第二大的鸟 就是什么 丹顶鹤 丹顶鹤是因为 清朝王室的代表 丹顶鹤 这是一对的丹顶鹤 因为它有一只 是画在那个 跟树杆 隐身的树杆 你不注意看不到 这一对 这个是青龙回首的丹顶鹤 这一对丹顶鹤代表清代的王室 来自于白山黑水的丹顶鹤 东北 东北亚的 东北亚的盛情 丹顶鹤 好 除了丹顶鹤之外 小到蝴蝶 而蝴蝶它有各式各样的蝴蝶 还有什么鸳鸯 很可爱 天上还有飞的这种什么 这种燕尾的这种鸟 这也是成双入队的燕尾那边 下面还画了一个很可爱的 这个一对鸳鸯 跟鸳鸯可不敢 有没有那种自着感 看到这有没有一点点那个所谓的 鸣 鸣那最有鸣的 对 鸡钢杯 鸣献中成化皇帝的鸡钢杯 就有这种自着的感觉 这种比法是你仿都仿不来 学都学不来的 而且它盛开的牡丹花 牡丹是康熙最喜欢的花 康熙最喜欢花 一般来说有两种 一个牡丹 一个贬局 当然贬局也是明代开国皇帝 朱元璋 红武时期喜欢花 康熙最喜欢的就是牡丹 而他第一次见到弘历 就见到乾隆皇帝 第一次在他 在他的人生最后的一年 最关键的那一年 就是他的 就康熙61年的时候 年头见了他 年尾他就走了 他一年的时间把康熙 把乾隆带到身边学习 好珍惜啊 就是相见恨晚 因为他孙子太多 他又忙于 那个 暗读老神的 他后来发现 又有这么好的一个孙子 那时候康熙已经11岁 所以那个乾隆那时候 已经11岁 所以他很珍惜 这谁做的安排呢 聪明的人 就是康熙 就是庸正 就是硬撑 他知道他父亲的喜好 所以他那时候什么 每天他不去争什么东西 于乔耕读 一天到搞于乔耕读 康熙就看到了他 与世无争的态度 而他有争的能力跟本钱 而他又不去争 这表示他有帝王的那种相 所以后来赢了八爷 这么能干的八爷 会败在庸正的手下 败在四爷的手下 是有道理 他看洞熙的 康熙的喜好 而且知道康熙喜欢牡丹 他就约在牡丹亭 他的圆明园有个牡丹台 有的称为牡丹亭 专门种牡丹的地方 要他去欣赏 顺便把他儿子介绍给康熙 他知道康熙 他这么多几十个孙子 将近上百个九 我印象里有九十多个孙子 他哪顾了这么多 一见来呢 一见 是这样 然后奠定了 他的传人 跟隔代子病的传人 康熙前康熙前 是在庸跟前 一次定位 一次定位 就站在牡丹亭 他选了 他喜欢的 红利 乾隆 将来隔代 交班 当皇帝 换句话说 乾隆的父亲 就必然要是皇帝 各位知道吧 这好像我们 一天一天 在研究五行 深刻字画的那种 那个很妙 好 各位知道 而且他喜欢牡丹 符合了康熙的心 而且牡丹 代表富贵 而且康熙的牡丹 有个特征 带鸡脚 它不是正圆形的 但越到后期 那个鸡脚画的细细 我们这个大鸡脚 你看各位 两侧我都给各位看 这种大的鸡脚 带有鸡脚 这是康熙牡丹的特征 好了 另外 很重要的 凤凤 康熙 在历史上 记得 正史上也好 或者爷史上 他最崇拜的 是他的祖母 就是 孝庄文皇后 大清孝庄文皇后 他称为太皇太后 尊敬他 早年是嫁给黄太极 是从和婚 是满蒙之爹的和婚 那时候黄太极 因为要清兵入关 他必须要结合着蒙古的势力 他怕蒙古在后面扯他后腿 所以那时候和亲和婚 那时候 娶来的年轻的太太 那时候就是所谓的 这个所谓庄妃 那时候称为庄妃 就是后来的孝庄文皇后 他辅佐了三个皇帝 他除了嫁给黄太极 辅佐黄太极 黄太极死了之后 他要联合了黄太极的弟弟 那个 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多尔滚 多尔滚 辅职了 才七岁就即位的弗林 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 顺治皇帝25岁就挂掉了 他又继续辅佐 才八岁的玄业 就是现在 亲圣祖康熙皇帝 所以这个人多了不起 所以当他一过世的时候 康熙把他扶错 就是像我们这个慈虎 蒋公的那个 林奇一样 扶错 不正式的下葬 就是一种 对他的一种感恩 对他的一种思念跟怀念 他一直到了 庸正即位 康熙是庸正即位的时候 才把他祖母正式的 入藏在东林 所以这是一段 历史上很感人的一段 康熙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 就是他祖母 甚至还是他祖母身边的 其他的女人 都是影响到他的一个政治决策 他的政治思想 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小庄的皇后 所以他这一画的这个凤 凤上面的树是什么 凤青梧桐 梧桐树是很干净的树 又很有思考能力的树 它会依着一年世纪的变化 不同的时节 就是它有不同的这种什么 赛 就是把这种真后会出现 所以被人 中国人认为是一种圣灵之树 所以我们诗经 我们就讲 诗经里面叫什么 凤凰名誉再比高纲 凤凰才高纲 什么高纲呢 凤鸣齐山 造就周文王跟周武王这些凤子 然后武王伐咒 把咒王推翻 这样所以凤鸣齐山也就代表 凤也代表是一种人 人设 这种人 就百鸟朝凤 他有人行人 他白鸟才会嘲讽啊 就跟周文王一样 他什么都没做 他旁边的一些帮署 翻国 都向他投靠 所以周文王就 所以那个上周就 周王紧张啊 觉得这样不对 大家怎么 不奔着我来奔着他去 就把他困在游里 困了七年 困了七年 他也没白困 他在七年里面 他写了一本周译 我们义经 就是我们自己 那个 研读的 就孔老夫子 读了 《尾边三角》 的宗义 所以后来 武王伐咒 就是 一举 而成 因为他行人证 行人证 所以说 周奉名其三 这是有一定的典故 跟一定的意涵在里面 所以 诗经上就 诗经就代表 人民的声音 人民的声音 那时候 人民的声音 是透过这种 诗歌 来展现的 现在选举又到了 一个个鞠躬哈腰的 你看不见 这个人性呢 我是觉得很扭曲 也蛮丑陋的 我是不喜欢看选举 对吧 你选上来说 我拽了二五万万 人家要学不学 周文王 周五王 那怎么样的人证 怎么样能够 查那亚言 所以诗经上 歌颂他们 凤凤鸣鸣鱼再比高刚 那什么 梧桐生鱼 再比朝阳 换句话 把这两个摆在一起 梧桐 凤其梧桐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飞上枝头 成凤凰 是什么枝啊 对 梧桐枝 梁琴折磨而起 什么木啊 梧桐木 各位就知道这样的道理 梧桐是很干净的书 曾经我们历史上 宋代的大文豪 或者画家 还画什么 喜桐啊 喜桐 就桐树的桐 就是很珍贵的 那个桐树 认为是一种干净 是代表一种圣灵 而且 凤他是一个鸟中之王啊 他这么大之 他必须的 他不可能落到小灌木上 他都落到又高又大的 大桥木上 梧桐树就符合这个 而且梧桐树的干净 我们现代的日本人 日本人就爱干净 不管真干净假干净 日本人爱干净 日本的那个冬天烤的那个火炉啊 火炉外圈 内圈是金属的 外圈是什么 要造一层木头的 像古董一样 很滋润 经过烟熏火炉 特别滋润 那个就是梧桐木 所以各位了解到 梧桐跟凤之间的那种关系 这个凤又跟康熙皇帝的出身 对他的祖母的这种思念 都产生了紧密的结构 所以 康熙五彩 或者康熙彩词 画这个白鸟嘲讽 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就是他跟他祖母之间的关系 他所有的他的政学 或者他的一个政治的理念 或者他那个政治上的操作能力 包括他当初 这个十多岁的时候 他十六岁的时候 至情敖拜 把敖拜给干掉 为什么 敖拜他从小八岁即位 受尽敖拜的区域 被欺负 对 当他 十多岁 稍事成熟的时候 他就能够展现了 他的千古一帝的这种 这种 这种精明概念的一面 而且这种杀气 帝王者 你要是不杀 完全不杀 也很难 尤其他是在 满清 入关之后 入关之后 等于他是第一代 真正的第一代军王 因为他父亲的时间太短 看不出 他父亲的宗教的思想 又太重 而且为了 取飞 又跟 他妈妈之间 有不同的意见 跟观感 所以真正的大清 等于第一代的 他们称为圣主的 就是 入关之后的 玄业 也就是康熙皇帝 他展现出来的这种 精明锐智 跟这种杀气 甚至收复台湾 平上班 收复台湾 让整个 大一同 所以正式的 大清的历史 是要从他 1644年 正式的 没出息的 明代最后一个 从政皇帝 在眉山上 自一而亡 之后 真正的 大一同 总共268年 所以 清代的国座 有三个说法 一个说268年 一个是 276年 我们不细说 另外说296年 所以 要了解 康熙 在大清 有些康庸前 为什么康庸前 永远把康 摆在 最重要的位置 而且康熙皇帝 他的心目之中 他的一个导师 也是他的一个 生命中最重要的 男女人 就是他祖母 我们从这件 将军冠上 也可以 追本溯源的 能够看到一些东西 但他整个文字 我就不细介绍了 他的宝珠顶 宝珠顶上面 呈现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叫什么 胭子水 磕磕突起来 就像红宝石一样 红宝石 胭子水 然后下面 都折肢的 牡丹花 折肢的牡丹花 这第三层呢 第三层 他也是 我看第三层 对 第三层 各式各样的花 他就展现 他的五彩 缤纷的那种感觉 五彩缤纷的感觉 一层两层三层 第四层 就是他的颈部 又是用的是什么 胭脂水 胭脂红 刻刻突起 像红宝石一样 第四层 第五层 也是用胭脂水 第五层也是用胭脂水 展现的这种五彩缤纷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层就是云间 就是 就是 林之如意文 这种云间 最早是来自于元代 元清花唱买到的大云间 他把这个云间作为各色各样的一个摆法 基本上 他云间里面 每个云间里面 都 每两个云间 他扣在一起 中间一朵莲花 中间一朵莲花 就是看起来很漂亮 而且很圣洁的感觉 整个 这个莲花也是凸起来 用胭脂水 胭脂红 像红宝石一样的效果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第六层 第七层 就是主体文字 大面积的留白 跟 什么 这种 灰上 这种 所谓的这种 这个 整个的一个 那种感觉 一种 一种在 预部上 做画 或者在宣纸上 做画的 那种感觉 有缝的 这个地方 密度高 白鸟嘲讽 形成了 白鸟嘲讽 牡丹也 两个 鸡脚的牡丹 也拱罩了他 然后上面的 大梧桐树 也什么 避应了他 下面的 山石 也拱卫了他 背面 就是大面积的 留白 跟鸟 其他的鸟 飞 还有鸳鸯细水 这种感觉 这个是 很具有那种 什么 他的这个 绘画的这个布局 是很有 他的一个 功底在 这是没得话说 第七层 第八层 就是下面的 连拜文 养连文 连拜文里面 每一个连拜文里面 还有黄色的地址 黄色地址就代表皇家 跟这云间配合 都是黄色的地址 黄彩也是第二种 鉴定康熙五彩 最重要 最重要是绿彩 其次就是黄彩 在之后再做的黄彩 就没这么漂亮 这个 养连文 黄彩 有的人称为 昆门 昆门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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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黄城里面的巷弄 叫做 昆门 有的人又称为八大马 就讲的都一样的东西 他这里面每一个 而且还掉这一个什么 对了 阴若文 我们菩萨 菩萨都带着阴若 这个 代表一种 美丽之外 也代表是一种圣洁 代表的是一种信仰 所以这整个八层文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层文是 就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将军画 而且不是一个 是一对 标标准准的一对 好 给各位照一下 我们就好结束 我礼拜天特别忙 本来是要 请客休息 后来 欲罢不能 我看大家有人在支持 也就支持了我 继续向前走 这支持的力量 还是很重要 这个 看看吧 它在这种颜色色接的变化 跟五彩 所有五彩就五十几 就要有那五彩 缤纷的感觉 一定要有这种 而且要有那种宝气 要有那种宝气 你看这梧桐树 这梧桐树的叶子 它有不同的颜色 深浅的变化 我们以翡翠来讲 它从老坑种的翡翠 一直到现在什么 所谓白地青 这种羊绿 这种翠 这种比较年轻的这种绿 年轻的翠 跟老的这种翠 互相 互相交织 相应成灰 相应成去 非常棒 而且蝴蝶 也各种姿态 表现了各种 心情不同的这种蝴蝶 所以这个是 很难得的 这个很难得 又是这么一对 大气磅礴 它的尺寸 我没有细量 我大概目测 大概不到60公分 大概差不多 我一向里 好像以前是不是有量过 56.8 大概是这样 我也不确定了 大概就是上下了 这个尺寸 要是56.8的话 也是吉祥无益的 Lucky number 就是以这件 代表好服务器 也代表康熙皇帝 他的内心世界 这么一件 五彩 白鸟嘲讽的将军官 一对 其中的一支 好不好 今天 Beautiful Sunday 大家要维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会不会有点免费的心情 您会不会有点免费的心情 我们会不会有点免费的心情